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百年的历史一共产生了七百多位文武状元 那么在这些状元当中有过很多的知罪 其中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状元 就是这位叫做孙福家的人 他是唐高祖李渊时期的状元 公元62年唐朝历史上的第一次科举考试举行 这次考试当中一共录取了四个进士 录取的人数虽然少 但却是鉴于史籍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科举考试 而作为四人当中的第一名 孙福家也被留在了史册当中 成了史上第一 后来他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 一直做到了大理寺卿的位置 他最有名的就是敢于直见 唐太宗李世民又一度成立于骑射打猎 他就敢冒死劝阻 陛下为了身边的大臣们高兴 就随便领他们外出骑马围裂 陛下这样做简直是倒退回年少时做亲王的水平 天子不应该有此行为 在孙福家之后 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就涌入了考场 比如说史上最有气节的状元 文天祥 文天祥是江西吉安人 在公元1256年他参加了会试 宋礼宗赵云以天道人籍提问 文天祥回对 法天不息被皇帝清点为状元 这一年文天祥正好20岁 后来他官至幼丞相 封信国公 援军南下 文天祥率兵抗援 宁死不详 他留下了众多的爱国诗篇 比如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伤壳破碎风飘续 身世臣服于打平 作为史上最有气节的状元 文天祥也被誉为状元中的状元 他的家乡吉安 也被称为是文章节义之邦 还有就是史上年纪最大的状元 他是这位唐德宗时期的尹书 他中状元的时候已经有71岁了 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件 他中状元时的趣事 据说在那一年三场考试之后 尹书是进入了录取名单 主考官是礼部侍郎杜黄商 他第一次担任主考官 流程还不太熟悉 在考完了之后 杜黄商就对这个考生说 谁来帮我一下 考生们怕有坑 都不敢答应 只有这个隐书占了出来 原来杜黄商是想找人帮忙抄榜单 于是杜黄商每报一个人 他就写一个 一直写到了最后 发现撞头的位置 他是空的 杜黄商就把这个难题 丢给了尹书 尹书一听 告诉杜黄商 这状元非我莫属 杜黄商一想 这尹爷爷还真是个 合适的人选 于是这状元的位置 就给了他 一时间 尹书自放撞头的故事 传遍了整个大堂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尹书还有个哥哥叫做尹吉 早在22年前就已经是状元了 这说的就是年龄最大的状元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 年龄最小的状元 宋代的五状元朱虎臣 朱虎臣也是咱们的江西福良人 他九岁的时候参加了朝廷举行的五电视 电视当中他射出了有十支箭 其中九支郑重目标 朝堂之上他面对群臣 从容镇定 滔滔不绝地讲凭孙子兵法 推演诸葛八镇图 被朝中大臣赞誉为神统 皇帝特赐他为五状元 官封成姓郎 九岁就能够中状元 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自古以来 状元和驸马经常会联系在一起 好像是中了状元就容易被选为驸马 比如说京剧的秦香莲 黄梅系的女驸马等等 都有这样的情节描写 可是事实却是 因为年龄和政治前途的原因 驸马状元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唐代的郑浩 而郑浩和公主最终还成了一对怨偶 郑浩中状元的时候只有25岁 年少有为 前途无限 自然有很多人会抢着要做他的丈人和丈母娘 不过这郑浩早有婚约在身了 只能够不断地拒绝 但是好巧不巧又赶上了唐宣宗 为万寿公主招妇马 白居易的唐帝白敏中 觉得这个郑浩他不错 就向皇帝推荐了他 但是郑浩不喜欢公主 死活要娶自己的青梅竹马 唐宣宗就让白敏中去说服他 白敏中是费劲的口舌 还用上了威逼利诱的方法 终于逼迫郑浩取得万寿公主 强扭地挂不甜 婚后两个人过得并不幸福 后来郑浩还多次弹劾白敏中 唐宣宗自知理亏 就替白敏中压下了弹劾的奏章 这状元驸马也挺悲催的 但是要论史上最惨的状元 还得是他叫做陈安的人 陈安不仅丢了状元 同时还丢了姓名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 陈安高中了状元 成了大明朝第六个状元 巧的是这次重进士的都是南方人 北方是没有一个人 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 这榜单一公布 北方学生不服就去告状 说这个主考官偏袒同乡 贬斥北方世子 朱元璋听口大怒让人复查 其中参与复查的人就有状元陈安 他们复查之后 结果还是维持了元榜 这个时候就有人举报了 说这个陈安他们 故意拿北方考生水平不高的试卷 给皇上审阅 这本来是莫须有的事 但朱元璋震怒 将陈安革除功名 车裂而死 在状元之罪当中 还有最后一个状元 那就是刘春林 1904年刘春林中了状元 在第二年科举考试就废除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清朝灭亡 科举制度也随着大清的灭亡 一去不返 刘春林也就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 欢迎回来 金榜提名独占熬头 是每个读书人的终极梦想 不过相比今天的中考高考 古代的人的科考 那就可要难多了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考的不仅仅是基本功 更是心性和意志 古人从踏上慢慢考图开始 就得过五关斩六将 无论是年龄大小 第一次童子事后 才能够成为童生 然后参加院士 通过了院士 拿到了秀才的头衔 才算是正式进入了 博取功名的 士大夫的阶层 当然秀才也分好几等 享受的优待也不同 不过只要有了秀才的资格 就有了参加乡试的入场券 过了乡试 就能晋升为举人 举人才有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 过了会试也还没完 还有殿士 殿士也就是最后的考状元了 这个时候的考生呢 都不用担心会被淘汰 而是想着怎么去争到第一 殿士结束 一般是由月卷大臣 轮流读卷 从中选出 能够公认的十份卷子 交给皇帝来清定名次 那么这十份也就是 一甲三名 状元 榜眼 探花 以及二甲的前七名 这就是所谓的点状元 对于很多古代的考生来说呢 最难的有可能还不是考试 而是慢慢的赶考路 他们如果是参加会试或者电视 就要远离家乡 去往京城考 古代的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他们得提前计算好时间 启程 而且赶考的路途非常艰辛 赶考的路啊 一般要走上两三个月都算正常 比如说这个清朝的左宗堂 他是湖南人 史料记载 两次落榜的左宗堂 第三次进行赶考的时间 是1837年的12月 到北京的时间 已经是第二年的2月了 不过呢 时间长点还算好 就怕这个一不小心 小命都没了 最惨痛的一次呢 要属明代嘉靖36年的海南考生 当时他要去雷中府参加院士 雷中府他是在广东的 他们要渡海复考 为了保证考生能够顺利应考 林高 支县 杨址 组织当地考生 集体登船 并且亲自护送渡海 没想到这一送啊 到送出去了问题 在大海里呢 他们遭遇了大浪 支县杨址 与几百名考生 一起葬身于父 周传覆没 失去的可不只是经营钱财 更是身家性命 乃至当时的一代文脉 如果顺利抵达了京师 首先要先恭喜这部分考生 接下来就是进场考试了 为了防止作弊 考生们必须排队验身 仔细检查有没有带这个作弊的小纸条啊 进去之后呢 是一间不到两个平米的小黑屋 叫做号舍 古代江南的天气可是非常炎热的 经常有考生因为中暑生病 食物中毒会导致意外的死亡 还有的就是被藏在 鸡脚嘎拉里的这个毒蛇啊 毒死 总之呢考试环境恶劣程度 已经超出了我们现在的想象 古代乡试会试都是连考三场 每一场三天 考生会带着笔墨蜡烛和干粮进去 一做就是一整天 吃喝拉撒全在这个号舍里边 狙击在康熙36年的状元 李盘家境贫寒 而他的身材高大又特别的能吃 当时是带了36个馒头进考场 最后啊因为这个字写的太慢 监考官又多发给他几个蜡烛 一直是烤到了深夜 馒头也全部吃完了 康熙皇帝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不但没有怪罪他 反而是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苦学之士 最后呢是破例让他做了投名状元 一时间波波状元李盘传遍了市民 无论是赶考录还是考场饮食 古人都得提前做攻略 这时间有可能是几天 也有可能是几年 不过都赶不上名字的准备时间 从出生就得取一个好名字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名字取得好啊 状元才可能没得跑 清光绪29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 考官们发现考生当中 有一个名叫王寿鹏的人 这名字取得好啊 寿比鹏祖还能够顺道攻略一下 慈禧太后就拟定他为第一名 到了电视的现场 慈禧一开心啊 拿着拟定的名册 清点王寿鹏为状元 王寿鹏因为名字而喜提状元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位 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反而因为名字丢了状元 他就是我们江西的封城人 孙约公 明永乐年间 孙约公是会市的第一名 接下来咱们就要去电视了吧 然而当考官按名字 码好了卷子 交给朱棣审批的时候 变故发生了 朱棣一看这个名字 孙约公 古人写字呢 是竖着写的 约公那么不就是一个报字吗 暴力的报 怎么能封给这个孙暴 做状元呢 再一看 第三名叫行宽 寓意为宽厚仁慈 这朱棣就大笔一挥 把这个行宽封为状元 孙约公反被叫为了炭花 古代科考能够坚持下来的 还真不是一般人 老舍就曾调侃 考而不死 是为神 有很多名人就是这样考神 我们来看一看韩玉 韩玉19岁参加了进士考试 连考三次 四次不中 到第四次才考中 千万别以为 这下光明了 要想成为政府官员 另一步那还要再考一次 韩玉又连考了三次 还是不中 于是韩玉就给宰相写信 连续三封 石沉大海 后来又登门拜访 三次上门 四次被轰了回来 没办法 就只能继续考了 32岁的时候 韩玉才终于考了上来 从古之经 求学之路都不容易 但不论有多难 只要这怀着一颗坚韧的心 坚持到最后 势必会取得好的结果 就像那诗说的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 天下之 欢迎继续回来 状元 它只是科举考试的 最后一场考试 电视的成绩排名 在此之前 还会有会试 乡试 院试 府试 和县试 在会试之前 每过一关 竞争范围 都会翻上十几倍 墙中更有墙中手 谁都不敢保证 每一关 都能够独占熬头 在这六关当中 能拿到三个第一 也就是 连中三元的状元 非常稀少 纵观千年科举 也只有十来位 有句可考的 最早的连中三元的状元 叫做崔元汉 旁朝人 出生于书乡世家 自幼聪明过人 能够一目十行 过目成宋 崔元汉属于 大气晚成的人 前半生埋头苦涂 教书至学 直到快五十岁 连中三元 豪夺状元 这连中三元 已经非常难了 然而 大宋的隔壁金国 有位状元 连中四元 叫做孟宗宪 他也是我国科举史上 唯一的四元状元 那么这位神童 打小就很聪明 擅长诗文 不过年少的时候 有点自负 第一场科考就明落孙山了 给他重重的一击 从此他变得谦虚谨慎 学业进步飞款 几年之后 他再次复考 连中四元 摘得了赵元 他也因此声明远波 被誉为孟四元 要说这个孟四元 已经相当的牛了 但是还有比他更牛的 在明朝和清朝 分别有一个人 中了六元 他们就是皇冠和前起 咱们先来说一说皇冠 他是明朝第一个 连中三元的状元 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 连中六元的状元 皇冠聪慧过人 读书勤奋 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纠正 古籍中的错误 他也因为博学多才 自小就名震相礼 在24岁的时候 皇冠参加科考 一路下来顺风顺水 他在前五官当中 都考了第一 每次考第一 都有同窗好友 跑来祝贺 他一概拒绝 躲在书房前行读书 等到电视的时候 朱元璋亲自命题 如何应对 北方残余的原国势力 皇冠就献出了对策 兵在上且耕且守 来则拒之 去则防之 则可国中无忧 边境无虞 大概的意思就是 在边境大稿生产建设 闲的时候就工作 站的时候就打仗 这样可以有效地来保证 边境的安全 皇冠的这个对策 也正好契合了朱元璋 心中所想 于是清点皇冠一状元 就这样 皇冠年中六元 完成了科考的大满贯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这个叫前启的人 他书生于清朝雍正年间 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 都没能在科举上有所建树 所以对他寄予了厚望 前启的启字呢 是古代的一种幸福和通行令 父亲为他取这个名字啊 就是希望他能够在科举路上 一路通达 他也没有愧对这个名字 一路上过关斩将 最后连中六元 不过前启连中六元 并没有皇冠那么幸运了 皇冠他是一气呵成 中间没有任何断档 而前启则是断了几次 前启虽然自幼苦读 但他却始终过不了 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 眼看年过三十了 如果再考不上 就要像他的父亲一样 放弃科考了 好在这个前启 是个耐力性的选手 乾隆三十一年 他决定暂世最后一次 结果就一鸣惊人 在县世 府世和院世当中 都考了第一 到了湘氏 他还是一波多辙 六进考场 六次失败 前后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 直到乾隆四十四年 他在湘氏中才拿下了第一 后来呢 他再接再厉 又拿下了惠世第一 并且最终夺得了状元 成为清朝唯一的六元状元 好 欢迎回来 咱们再来说一说 状元一风 科举制度因为种种的原因 从历史舞台上已经消失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由他催生的状元文化 留下了不少值得传承的物质 与精神的遗产 比如状元们的诗词文章 有不少流传千古的经典诗词 都是出自状元之手 比如说 很多人从小就能够熟悲的永留 碧玉装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韬 不知戏业谁才出 二月春风四剪刀 这首诗的作者贺之章 是一位井里状元 之所以称他为井里状元 一是他考状元很顺利 再就是他当官也很顺利 贺之章年少的时候 他便写得了一首好诗 并且因此名扬天下 他在37岁的时候 参加科考 女皇武则天 非常欺慕他的才华 当场清点他为状元 高中状元之后 贺之章做了50年的官 从未被贬折 他还有幸经历了 贞官之治和开元之治 两个盛世 是四朝元老 可谓是人生大赢家 对于姓名的秘诀 贺之章总结说 凡事不要太计较 还有王维 他的经典诗词就更多了 比如说9月9日 义山东兄弟 宋元二使安息 山居秋明 陆寨等 王维虽然是才华横溢 但是想要高中状元 也并非义士 也需要跟随当时的潮流 向名流贵族行卷 以此获得举荐 王维行卷的对象 是唐玄宗的妹妹 玉真公主 王维诗写得好 人也长得帅 而且还精通英律 轻松便 俘获了公主的芳心 在公主的大力举荐之下 王维顺利地考中了状元 状元们不光是文采好 书法也都非常了得 之前有一份状元卷 是登上了热搜 原因是 这位状元写的字 字体工整漂亮 堪比印刷体 据了解 这位状元是来自明朝的 叫做赵炳忠 他考中状元的时候 只有25岁 单从书法的角度来看 赵炳忠的小凯写得非常出色 这份卷子有2460字 毫无措字图抹 每一笔每一画都恰到好处 看得出是常年刻苦练习的成果 那么除了文采和书法 古代的状元还为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比如说刻苦求学 永憨高峰 不只是状元 很多古代考生都出自较为艰苦的家庭 求学考试要花不少的钱 这让他们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 在科考路上弃而不舍 咱们江西有两位状元 叫曾贺龄和曾燕 他们就是刻苦求学的典范 曾贺龄从小跟着兄长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22岁的时候 他与兄长一同参加了相识 两人都中了举人 本来兄弟俩应该是一股作气 第二年进京参加会试 可是家中父母颜迈多病 还有田地要耕种 曾贺龄就觉得呀 兄长年龄大了 进京应试的机会不多 自己还小 来日方长 便主动留在了家里 后来兄长中了近视 可不幸的是 下一届科考 兄长一并不起英年造势 这接着呢 父亲又去世了 家中里里外外 都需要曾贺龄来操持 根本没有精力去参加科考 在将近40岁的时候呢 家里的孩子 他能够自吃其力了 这才背上行囊 进京赶考 并一举夺魁 相比曾贺龄 曾燕的家境要好一点 父母省失检用 供他在现学读书 但是没上几年学 家里发生变故 没钱继续供他读书了 于是他就去做挑夫来养家 每天都努力的几周时间来读书 在43岁那年 他参加乡试 考中了举人 之后他继续坚持刻苦读书 最终高中状元 成为了乡里的表率 那么从更高的层面来讲 科举制度打破了古代的士奇制 打通了底层社会人才 向上进升和向外迁徙的通道 成为了推动古代社会进步的 一项先进制度 状元是科举考试中 万里挑一的佼佼者 状元一词的背后 饱含着激励后人 勤奋努力 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而由状元衍生出的文化观念 则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民间 状元这以吉祥好运的形象 扩受人民喜爱 不少状元的生平事迹 被收录到了课本当中 以此来激励孩子们奋发向学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 状元更是一种象征符号 让人感受到勤勉自强 坚韧不拔 感为人先的奋斗精神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更重要的是 保持拼搏奋斗的姿态 以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人生 投入学习和生活 好 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八点老时间 读书料理 无见不散